好来看到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大同大理部落 是清水大山等登山必经路途 那么近年来部落居民提供山友住宿 但是之前却被县政府的观光处 依违反发展观光条例开罚了三万元 还可以连续罚 那么族人就很担心再度吃上罚单 因而宣布暂停接待家庭的服务 也让不少山友错 由于大同大理部落交通不便 该地区的民众对于建筑合法使用并未深入了解 目前该地区狩猎馆管制的违章建筑共有三案 大同大理地区皆为可使用的建筑用地 案件均属于程序违章 陈勤泽表示也希望建筑物申请登记民宿 我们其实之前都是我们的老人家在身上 就是务农然后就是去狩猎 然后后来就是后面这十年呢 就是我们那边有沙卡兰山雄 就是大家很喜欢到那里去登山 然后就是慕名来登山 但是因为每一个山友的这个体能状况都不一样 那所以他们到了山区里面之后呢 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想要休息的这个 想要休息的地方 或者是有人帮他们可以帮忙带煮饭 或者是说可以有热水澡可以洗 那刚好我们的大同大理部落 它就是一个形成这样很自然的一个中继站 如果政府要规范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要管理的 可是应该不应该把平地的那种法规 这样强加在原住民部落 因为他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其实如果我们在山上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那些原住民 当地的原住民都是第一时间会最伸出援手 因为他们最清楚当地的状况地形地貌 所以我们我爬山以来受过非常多原住民朋友的帮助 包括他们当我们的邪作 或当我们的向导 或提供不论是饮食或各方面的照顾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 而且可以提升很高的安全性 尤其像清水大山这种 就是非常 就是路程非常长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中继站 那这样的话要自己飞涨 或体力上面消耗都多非常多 所以一定会造成更多的单狱事故 不过也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了解 民众所遭遇到的问题 并协助民众解决 国家或是政府他们的角色应该是协助 部落族人或是协助民众去解决一些法令不足的问题 而不是一下子先给人家开法 那这个地方是太鲁阁族的传统领域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 在不破坏环境跟永续发展的前提下 在使用自己的土地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那我认为国家政府应该是要想办法 帮他们解套在法令上不足的地方 造成到他们的影响 而不是先去开法 在三区十多户的部落接待家庭 住宿环境 因为受限于国家公园法令 环境相当客难 但是对于登山客来说 有干净的环境能够睡觉 就已是非常好的 去年12月底的时候 收到神祭室的一个公文 那上面列举了这 山上大约10家左右的业者 有接待山友 收取住宿费用的情形 所以我们依据发展官方条例的规定 来做一个查处 面对这些业者 我们也非常清楚地说明 你们现在取得合法房屋证明 或者是取得贷款处合法的使用执照 这个来做一个民宿申请的基础 我们就这两个执照的内容 来做后续民宿的辅导 贷款处也澄清 长期推动大同大理 地区环境教育体验活动 对于合法建物申请登记民宿 认定有助于环境教育 贷款处将协助推动 并配合花林县政府解决民众的问题 以立该区的整体发展 记者林杰 休林香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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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